紧接着要登场的还有这个是卡塔尔世界杯开赛在即 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英凡蒂诺15号 在出席G20峰会的时候 也呼吁世界杯的期间 全球各地停战一个月 英凡蒂诺就表示了 因为说足球是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同时也关乎着激情 包容 还有团结 卡塔尔世界杯为和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所以对此 它向各国的领导人发出了请求 也呼吁世界在比赛的期间要停火 尤其是停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事 俄罗斯曾经主办了2018年世界杯 并且打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但是由于入侵乌克兰 而被禁止参加这一届的比赛 卡塔尔世界杯将会在11月20号到12月18号就会举行了 而这也是中东国家首次举办世界杯 预计将会有多达55亿人次来观看比赛 再来观看比赛 再来观看比赛